大家现在盛宵尘上传闻不断 就是说赖金德想要洗涤人心 巩固政权 蔡英文要访问美国 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访问 不会是一个度假式的访问 应该就是要美国需要他来 希望他带来一些讯息 当然了我必须强调 蔡英文跟美国的关系也算不错 这个等于是说是他任期卸任以后 到美国去讲一些事情 但是我看来这件事情的突发 以及他产生的意义跟效应的话 看得出来美国人大陆那边 还有赖政府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希望他早早落幕 所以蔡英文本身来讲 可能会去跟美国报告 他要建议过什么 然后怎么样结束的 你想想想想想江西比兴 你说赖金德爽不爽吗 他应该不会太爽吧 金门这个帆船案 结束的这个背后 其实是一场蔡赖之间的一个 政争的一个版本 2.0的版本 然后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说句良心话好了 这个大家都喜欢听阴谋论 尤其是蔡赖之间呢 到底合还是不合 那么大家喜欢听啊 那我会觉得说 就我目前所得到的讯息来讲 因为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的话呢 就是是在 还算是在蔡英文任内 这个管碧琳做的事情 当然管碧琳留任了嘛 他非常具有形式意义 那这个大家现在啊 盛宵尘尚传闻不断 就是说那个赖金德呢 想要这个洗涤人心啊 巩固政权 在这个巩固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用很这个很特殊的方式啊 必须讲特殊来办了这个郑文燦吧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啊 这个大阿哥都会办了什么 我这个我听到的传闻啊 这个阴谋论 但是你这个阴谋论当中呢 里面讲起来呢 蔡英文要访问美国呢 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访问 不会是一个度假式的访问 应该就是要美国需要他来 希望他带来一些讯息 当然了我必须强调这个 蔡英文跟美国的关系也算不错 所以说他基本上的话呢 也会跟美国 这个等于是说是他任期卸任以后 到美国去讲一些事情 但是我看来这件事情的突发 这个以及他产生的意义跟效应的话 看得出来美国人大陆那边 还有这个赖政府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希望他早早落幕 所以蔡英文本身来讲 可能会去跟美国报告 他要建议过什么 然后怎么样结束的 然后问美国会不会觉得 这样结束是不是代表 比较一个好的做法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蔡英文以他自己的 主动表现的地方嘛 所以说也取得了主动的 跟美国 你想想想想江西比兴 你说来现在爽不爽呢 他应该不会太爽吧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赖清德 他预见了就是蔡英文 他可能在美国这边会有一些动作 所以他干脆就是我先出牌 让这个事情就在你蔡英文 访美之前我就先把它解决了 是不是这样 我预判类似这样 我刚刚讲的意思有这个思考的方向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来讲 做一个单纯的老百姓的话 我们没办法评估高层的想法 这不可能的 你也不可能评估我的想法 我也不可能评估你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大 这个事情确实非常大 那台湾这边一直淡化处理 大陆那边的话 我自己曾经到厦门的时候 遇到厦门大学 在厦门研究台湾事务的时候 他跟我讲一句话变得非常凶 他说不可能忘掉 我们讲的好好的 吃饭吃的好好的都很愉快 他说我们不可能忘掉 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 其实里面得到的讯息就是说 厦门这边的话就学术单位来讲 他们就对大陆构成了非常大的侮辱 那这个他们会借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啊 大陆没有把这些事情调起来 大陆调起来的话 你就压了一下情绪的反应 大陆调起来的话 有一两百万的台商 在大陆要怎么生存啊 对不对 我们要感谢大陆的态度 对没错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两岸的这个恶意的螺旋 其实至少在大陆的官方来讲 他都还蛮克制的啊 不像我们这边民进党 他是尽情的操弄这种 一间恶意的情绪 对他选票有利吗 对啊对他选票有利 因为我现在在台湾的局势 对我来讲的话 现在局势是有一点无奈了 就说对在大陆有生意的人的话 他们的重心就慢慢放在大陆了 然后这个就坚持不去理解大陆 也不想看到大陆的发展的话呢 那就把他们的重心就完全放在台湾了 所以彼此之间是属于分离的状态 那在分离的状态中的话呢 你要谈这种各种印象的建立的话 所以民进党来讲也好操作 大陆那边的话呢 他们基本上要维持两岸的和平 就是越来越来 感觉到越来越困难 这种情况这是现实 其实这件事情讲起来比较重要 我们这个事情的话 不管有没有划终点 这个事情断络是 但是真的要往前看 往未来看 为了我们自己将来的幸福看 在这个角度 我觉得大陆现在做法 所以说我刚刚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没有想到我们这里成了鹰派 大陆那边成了鸽派 是这样的 没有想到 那个约老师不好意思 我再不问你一个 因为我实在很好奇 约老师您怎么看 那接下来赖清德的任期 到2028嘛 那接下来赖清德任期这几年 那两岸的关系 您怎么看会如何发展 我觉得从赖清德5月20号上来 到今天为止 已经说明一般人都低估了赖清德 要务实搞台独的决心与勇气 这是第一点 我很负责任的讲 因为我非常注意他讲的每一句话 然后第二点呢 我觉得赖清德呢 说表现出来的那个厚道的形象 与他在选前的时候 就是千忍百忍 然后呢 就是说骂不还口的这种态度 表现出来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完全构成了所有在义党的一个低估 他的人格上的特质 南京德基本上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在他非常了解 我相信啊 就是说我们对于任何人都了解 刚上政治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 整个巩固自己的权力核心 南京德现在做的事情的话 对内的话他就要洗涤人心 其实就是要洗涤原来不听话的人心 然后现在要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坚强的意志 所以你可以发觉就是说 原来这个赖清德之间 比如说什么样的立场 就变得反而越来越直接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要由他自己底下的人 来执行赖清德的意志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赖清德是 第一个就是他搞台独是搞定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政治上的手法 现在也要开始 只是说他会升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公平政治的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 可以感觉到他这个手法上在出手各方面 不能说是快狠准吧 他基本上的话就是蛮明显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讲 他好像把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协商的工作 完全交给肖美琴 我感觉上这个虽然我没有任何的理解 跟内心的消息 但是我觉得说他现在的做法上来讲 我们不得不想就是从520到今天 他一切的做法是得到美国的默许跟认可 要复得的话呢 他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冒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会知道只有70%的人投票 他得到4成票47 28 一个不到三成的领导人居然的话呢 做出一种百分之一百的这种清算 就是说如果你要 我刚刚听到讲了 曹欣诚资助拍了那个什么 《临日攻击》什么的 那我今天看了《临日攻击》的这个 介绍里面内容拍的手法 他基本上就是在强调 这个这场战争离大家距离越来越近 你想想看我们在台湾 哪一个人受得了这种事情 包含有外国国际的人都受不了啊 就不要说是我们了对吧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可能 战争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就对了 不是那个《临日攻击》里面 所讲的内容就是告诉你 一方面知道 战争大概是这样子发生的 然后确实是越来越近 你现在这个Jack我们见过面 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有为的青年人 那你怎么经得起战争的摧残 我父母是从战争中底下活过来的 在战争底下中人没有尊严的 你知道吗 这个例子太多了 今天不是聊自战争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临日攻击》是告诉我们 战争不是不可能 那由民进党来主动来介绍这个影集 来让台湾了解战争不是不可能 这个唤醒大家对于战争的记忆也好 或者说是现实的认知也好 这个其实都是很特别的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其实老师我跟你讲我的看法 我觉得赖清德就是在做台湾内部的精神动员 他就是在做精神动员 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 因为这个精神动员 他不会告诉我们的嘛 不会告诉我们 所以说我们所得到的讯息 只是就我们知道的自灵骗爪 然后来做判断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就是说我们所判断的结果 只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部分 但是我几乎可以强调 从520到现在 那个整个态度上就是 就这个就这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他基本上是想要 拉着全台湾人当背书了 他也说过嘛 就是说他基本上 我不知道他的统计的是哪来的 就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是台独嘛 然后这个 像我这种大概只属于百分之十 其实我得到的比例应该不止 我觉得台湾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 不是不管就是维持现状 这个才对嘛 但是他就是做这种数字 你就了解他的居心在哪里了嘛 对吧 台湾老师我有常做一些街坊啦 然后我也做扣印嘛 我跟你讲我个人的观察 我觉得台湾大概百分之多的 那我不讲啦百分之六十啊 百分之六十的叫做水域而安 就是叫做风往哪边吹 你就往哪边倒 反正我对现状我也不知道 我的未来我也不知道 我只想过好我的生活 所以你跟他讲铜啊毒啊 他根本他就是什么也不懂 他就是他不想被改变 你跟他讲什么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就是导弹掉到他家屋里的时候 比如说地宝 三百万变三百块一瓶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对 没错 所以他就是不想战争 也不想被改变 导弹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他不是独派啊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你翻开台湾的历史啊 台湾人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啊 你知道吗 麦克阿森没有登陆台湾啊 没错 台湾人非常幸运 台湾人认为说 啊 别说笑了 别说笑了 什么打仗开玩笑不可能的啦 就是这种态度 没错 跟我们这个山东人都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有好几次 好几个城市三进三出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叫内战 他妈吓死人了 我告诉你 把他抓到人都认得啊 皮都扒下来的 我跟你讲非常残忍啊 没错 台湾很幸运啊 其实真的都没有 真的在台湾的独立上 因为台湾本身来讲 对对对 这完全没有 因为你本身来讲的话 台湾人喜欢给日本人当兵啊 就是这种感觉 就觉得没吃啊 因为台湾很幸运 幸运之导这个情况下 所以养成了大家 因为我跟你讲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应该以上 就是对这种统独意识 根本没感觉的 就是说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我自己的同志都不了解 我在做什么 因为他们基本上 受的教育这么多 他们也是随风而随遇而安的 应该是这样讲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层你的KS Blue Your Care